美国名模吉吉哈蒂德日前和闺蜜出国度假 没想到却因为携带伪敬品 搜到海关拘捕 据外媒报导吉吉哈蒂德近期和朋友 搭乘四人飞机到开曼全岛度假 让一行人抵达了当地后 在海关检查行李时 被搜出行李内藏有大麻和吸食工具 因此将他们逮捕送往看守所 不过消息也指出他们随后被获准保释 并在两天后上庭承认罪刑 最终仅罚款台币3万元 并没有留下犯罪记录 消息引发外界哗然后 吉吉哈蒂德经纪人发生澄清 他细带的是医疗用大麻 在纽约是可以合法购买使用的 而在开曼群岛 使用医疗用大麻也是合法的 因此吉吉哈蒂德并未留下任何犯罪记录 吉吉哈蒂德也透过个人IG 晒出多张在当地度假时拍下的超辣美照 心情似乎不受影响